未必言者之敬用也,乃句句无用而让有用也。 卷四十四贤夫论著使利众治理百姓。 让通让,排斥,白化贤明的君主治理百姓。 勿求臣下之言,来昭示于朝廷外。恭敬必接纳卑贱之人,来吸引贤士。 君主不拒绝敬言,未必所有的敬言都采用。 只是担心拒绝无用的意见而会使有用的意见受到排斥。 四十八人君广山首之大。 那切直之谋。 卷二十二后汉书二注释山首山陵与胡泽。 切直肯切率直。 白化人德的君主有着像高山胡泽那样大的胸怀。 可依接纳肯切率直的谋略。 四十九经群臣皆以雍为解。 尚未不测之难,下具见客之海。 臣之朝廷不负的文中言矣。 不立言无险过之旧,明竟无见此之由。 如恶立言已记过,则不当学也。 不欲明竟之见此,则不当照也。 愿陛下详诗陈严,不以记过见此为则。 卷二十四后汉书四注释就醉过过诗。 见此显露侠丝。 见同显,显现显露。 此,欲的斑点,尹母为缺点毛病。 由过诗最谦。 恶讨厌憎恨。 白话今天群臣都以蔡庸的下场为见解。 尚怕受到难以预料的灾难。 下怕有刺客来刑刺,臣知道朝廷不会再听道中言了。 发表言论不该应指出过错,而被则处。 明竟不该应照出污点,而被任由。 如果讨厌设历史观秉币之书记录过诗, 那就不该学习古人设历史观。 如果不想被镜子照出污点,就不该去照了。 希望帝下仔细考虑臣说的话,不因为指出过错和反应污点而则被大臣。 不时能容之臣,则上之诗不派于下,而明之所换上文以。 卷四十九父子白话能容那正直的臣子,则君主有诗物也不会一派百姓。 而百姓的忧患君主也能听道。 五十一君明则臣直。 不知圣王,恐不闻其过,不由敢见之故。 卷二十六位置下注是敢见之故,设于朝廷宫敬见者敲及以文的故。 白话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 不带圣明的君王为控听不到自己的过错。 因此设立了让敬见者敲及以便领导者支票的五。 五十二姚顺之时,见不傍慕,立之于朝,因周者王,孝然愿立,则喜慕改听。 所以达聪明,开不惠,博采复兴,尽及下行也。 卷二十三后汉书三注是放牧相传谣,顺时云交通要导,树立目注。 让人在上面写贱言,称放牧。 小人平明拜庆。 愿立,愿恨咒骂。 礼,咒骂。 聪明指明察是礼。 不惠不惠。 不惠不惠。 不惊致地位低违的人。 白话遥顺的时候,在朝堂设感见之故。 不离书写贱言之母,因周二朝的圣王,对待拜性的怨骂总是喜而恭听,真诚接受。 所以,才能够明察是礼。 让别人直言不愧。 望饭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相识地,了解明情。 五十三语之志天下也。 以五声听。 门悬中不夺。 庆,而至,逃到。 以带四海之始,为名与损。 十五声听。 曰:「 曰:「寡人以道者及古。 曰:「寡人以义者其中。 曰:「寡人以识者认夺。 曰:「寡人以忧者其庆。 曰:「寡人以诵者回逃。 。 誓计之未五声。 誓云以诚常聾已闧而膝起。 日中而不辖宝时。 曰:「吾不恐四海之誓流于道路。 吾恐其流无门平。 也是以四海之誓皆至。 誓云隐朝平间,可以裸 Ash者。 卷三十一玉子柱是夺古代乐器 大灵的一种 古代宣布正教法令或玉战士时用之 青红制品 形如争而有蛇 其蛇有木质和金属质两种 故又有木夺和金夺之分 庆古代大灵乐器 壮如曲齿 用玉石或金属制成 桃有冰的小谷 明和写在器物上的文词 笋即笋句 古代玄卦中庆的架字 横架为笋 直架为句 振挥动摇动 门庭宫门朝门外的地方 罗阙形容门庭寂静或冷落 白话语王通过聆听五种声音来治理天下 朝堂门上 朝堂门上悬挂着中不夺和庆 旁边摆放着陶 以此接待天下是人 定在悬挂中庆的木架上刻着名文 说以道教导我的请急鼓 意义教导我的请调中 教导我如何处理国家大事的请谣度 告知我国家忧患的请急性 告诉我诉讼知识的请谣逃 这就是所谓的无声 因此 羽王曾经在吃一顿饭的期间 西四起身处理正午 一直忙到正午都没有时间吃饱饭 羽王说我不怕天下的闲者停留在路上 我担心没有及时听去宝贵建议并加以处理 而让他们滞留在我的门庭啊 因此天下是人纷纷到来 也因此与得朝廷很清静 五十四起高祖那善若不及 从建筑转环一望 卷十九汉书七处是高祖至西汉高祖刘邦 环红元 白话当年汉高祖才那善言为孔来不及 听从建研究 好似转动环形之物那样顺畅迅速 五十五通之言之图 因而至之 非为名也亦为之言不闻 则寄之而目塞 而目塞于内 于者顺之于外 四三纪所以至王 而不自知也 卷四十九父子住是三纪至下商周三代的末期 白话敞开之言之路 招颖获得见言不是为取得好名声 而是认为听不到政治的言论 自己就会耳目闭塞 自己耳目闭塞 阿余的人又凡事顺从自己 这就是下商周三代末年的君主灭亡的原因 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五十六点却不能致不受真药之急 贤圣不能正不实时 以受善言善言作见征之君 不结又官龙逢亨 而下皇 咒有三人而商灭 不不患无疑无犹疑之 论论作论 患无环目之听耳 卷四十二言帖论注是真药真就药物 真同真 观龙逢杰得臣子 皆作九十堂秋为长夜影 龙逢利剑被杀 三人指为自己子必干 三人 已无疾管仲 由于已作咒于春秋时天水人 为情目攻出谋划策 是情谓猎春秋物吧 白话便却不能医治 不接受真酒和药物的疾病 贤人和圣人也不能纠正不接受 劝谏的国君 因此 下节 虽有关龙逢下朝还是灭亡了 英宙 虽有为子 姬子 必干 三个人 人 但商朝还是灭亡了 可见 不用担心 臣子没有向管仲 由于那样好的见解 就怕国君不能向七环公秦穆 公那样愿意听取见言 六度禅写 五十七 事故为人君者 所与由必责正人 所观懒必查正相 放正声而服听 远宁人而服敬 然后邪心不声而正道可红也 卷二十五位置上注释游交游结交 正声源是春秋战博持正伯的音乐 正伯的音乐多为迷迷之音 不称放荡不雅正的音乐为正声 宁人善于花言跳语 阿谀奉承的人 白话所以说 做君主者 他所交往的一定要挑选正直的人 所观看的一定要选择正大光明的景象 抛开庸俗的音乐而不听 书愿颤美的人而不接近 这样才能使邪恶之心不生 而正道也可以得到弘扬了 五十八 或问天子 首在四宜 有诸曰 四外首也 天子之内首在身 曰何谓 也曰至尊者其公知者众焉 故辩辟 天子 欲使 公人主 哀夺其 财 净性惜 窃 公人主 哀夺其 宠 亦有 记忆 公人主 哀夺其 智 左右小 臣 公人主 哀夺其 行 无令之臣 公人主 哀夺其 室 室 位内 口 卷 四十六 亩建筑 寺 寺 以古代华下族 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至东 以西 戎 南 满 北 敌 便辟至 君主 左右受 宠庆的 小臣 御是帝王 是 从 白话 有人问天子的守卫在于防御四方 以敌的入侵 是 妈 答 这只是对外的防御 天子对内的防御在于自身 问此话 怎讲 答 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 敬供他的人很多 逢迎 沉寐的是从 公人主之心 而 敬相取得其 财力 人主 听敬的 妻妾 凭非 公人主之心 而争夺其 宠爱 放纵 游乐的歌迹 一人 公人主之心 是 其 玩物 丧志 人主 左右的小臣工人主之心 是其品性不端 心怀 不善之臣工人主之心 是其一部大事 这些可说是内部的道口 物赐旧间臣应以四 想之言而为之荣 说 人主不能别也 事而愈悦之 混乱其心 举动日 鸟鸟 而常自 亦为得道 死有国之成 患也 辅远之人主之心 柔顺而有闻 中正之言 见之而多 逆 卷武时 原子 正书 诸是荣 书 取一逢迎 一取乐于上 说 同乐 妙错误 乖悟 白话 奸臣用 诈听起来 像是正道的话 来谄 媚君主 君主 没有能力辨别 以为是对的 而心生 欢喜 混乱了 自己的心思 行为日益 关于 正道 却还总认为 自己做的 合乎 道义 这是君主们的通定 那些奸命们的言语 柔和顺心而有文采 忠正臣子的话 见乎直接 而多半听来逆耳 六十 尘媚小人 欢笑已赞善 念从之徒 辅 也已称功 亦是或者不觉其非 自为有端 变之 结 或人之 变而不悟 思乃昭 患之 经 愿不时 抱破 此注释 念从 为当 念顺从 复节 及集结 情容 十分赞赏 拍集 节 舞乐器中 并至 结 开的 戏剧 用逐编成 及之 成 声 逆更加 端 燕 纸子 共和燕 子 变通 变 至 变论的 才能 悟通 悟 觉悟 认识到 白话 颤 美 的 笑 人 总是笑着 衝 赞 叫 好 当 面 奉承 的人 总是 集结称 赞 功德 更是 迷惑的人 觉察 不出 他的 错误 自 任 有着 和 自 共 燕 子 一样 的 敏捷 以及 超越 常人 的 变 才 而 不能 醒悟 这些 正是 招 智 或 患 的 习 智 六十一 席 李 斯 教 秦 二 是 曰 为 人 主 而 不 自 虽 命之 曰 天下 智 故 自 之 如 二 是 用 之 泰国 以 赴 私 亦 灭 族 卷 二十六 畏 智 下 助 是 四 虽 放纵 暴 地 智 故 古代 用来 狙击 犯人 手脚 的 情 具 在 手 上 带 的 围 布 在 脚 上 带 的 围 指 类似于 近世的 脚 疗 手 靠 白 话 从 前 李 斯 告诉 秦 二 是 说 当 乐 君主 若不能 放任 自己 不拘 无束 这 就 叫做 把天下 变成束缚 自己的 脚 疗 手 靠 秦 二 是 才用了 他的话 泰国 因此 而灭亡 李斯 也被 灭足 六 十二 用 贤 人 而 行 善 正 如 获 赠 赠 之 则 贤 人 退 而 善 正 还 卷 十五 看 书 三 度 是 赠 禅 毁 污 献 还 罢 些 窒 习 白 化 任用 贤 德 的人 施 行 清 明 的 政治 如果 有人 敬 禅 人 会 放 他 那 闲 人 就 会 离 去 而 善 正 也 就 废 止 了 六 十三 天下 之 薄 莫 不 皆 有 忠 臣 谋 事 也 破丧 失 拜 君 为身 亡 国者 承 灾 人 主 之 听 不 精 不 审 卷 四十八 十五 顿白 化 天下 所有的 国家 都是有忠臣 和谋士的 其中 其中有折 损 君 对 失 了 败 仗 为 吉 自身 乃至 王 国的 实在 是 因为 君主 听了 各种 建议 之后 的 决断 不 言 密 不 强 旧 六十四 夫 禅 人 四十 跳 言 如 狂 是 听 之者 或 誓 之者 昏 伏 吉 兄 之 小 在 乎 是 善 成 拜 之 姬 在 于 茶 言 卷 二十四 后 汉 书 四 著 誓 跳 言 如 黄 形容 人 言 词 跳 妙 动 听 犹 如 生 中 之 狂 狂 生 于 管 等 乐器 中 震 动 发生 的 博 片 用 竹 金 属 或 其他 材料 制成 白 化 禅 肩 之 人 看似 诚实 花 言 跳 语 好像 声 狂 让 听 到 的人 迷 破 让 看到 的人 昏 溃 集合 凶 的 笑 眼 在于 有 能 力 认 识 何 者 是 善 成 或 败 的 关 简 在于 能够 相 审 何 者 论述 正 确 六 十 五 有 血 起 苟 不 相 顺 皆 有 争 心 因 而 难 分 为 而 海 深 者 莫 甚 于 言 以 君 忍 者 将 何 众 定 宁 而 淑 其 善 恶 亦 云 天 下 之 智 者 也 文 言 人不可不审也 卷四十九父子注释气血液和气息 君人为人君主 治理人民 和众是百姓和顺 白话大凡有血气的万物 如果彼此不和顺 就会有竞争之心 人们交往中隐晦 而难以分辨气小却有大海的 莫过于言语 作君主的要协调众人安 并拜性分别善恶以通达天下人的心智 对听到的话就不能不加一详查 六十六 不用知法 圣主不行 不厌之言 明主不听言 卷 四十一淮南自助是 不厌不切实计 没有效应 白话不可时宜的法度 圣明的君王不会施行 不切实计的言论 贤明的君王不会听信 六十七主查一言 乃其蒙 主听如前 监雄乃顿 主任就使 万事奈礼 朱聘言 雪 是奶的诗 卷四十三略著是 顿逃亡逃跑 旧十年高望重者 老臣就臣 白话君主 能明察 反常的言论 才能看到破乱的萌芽 君主能 聘正贤能的如是 监雄就会逃亡 君主信任就经讨厌的老臣 万事才能治理的好 君主放求不求名利的隐士 这些是人的实德 才得以宣扬 进而发挥教化的作用 六十八其后问于 燕子约为正和幻对约 幻善恶之不分 公约和以查之对约 善则左右 左右善则百聊 各过其所疑 而善恶分以 孔子文之曰此言信以 善尽则不善无由助以 不善尽则善以无由助以 卷四十三说愿注是百聊百观 白话其侯向燕子问道直正罪 要担心的是什么 燕子回答说 担心好人坏人分不清 其侯说 怎么样来考察他们呢 燕子回答说 神圣一选择左右亲信 如果左右亲信好 那么百观就会各自得到 其所适合的位置 这样好人坏人也就能辨别清楚了 孔子听后说这话确实如此 贤善之人得到尽用 那么不善之人就没有办法尽来 如果不善之人得到尽用 那么贤善之人也就没有办法尽来了 六十九众人之巍巍 不若只是知恶恶 卷阿汗诗外传注是恶恶直言无悔的样子 白话重视的唯为诺诺 不如一味正直是人的直言见争 其实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 而所用者不免于不孝 莫不欲得贤而出之 而所处者不免于罚钱 若是者 赏罚之不当 认识之所有也 人主之所赏 非为其不可赏也 必以为当义 人主之所罪 非以为不可罚也 必以为信义 智不能见是非之理 明不能查 净润之言 所认者不必知 所用者不必忠 不有赏钱罚 报之 明 而有路能 养奸之时 此天下之道 幻也 愿 穆石原子 正书注是 信过真确实 净润逐渐渗透 因母为击酒而发生作用 白化君主无不想得到贤财 并任用他们 但所任用的人中 总是难免有不贤的人 君主无不想抓住奸人而铲除他们 但被铲除的人中 总是难免有贤能的人 像这种情况出现 是因为赏罚之当委任官员不妥造成的 君主所奖赏的 并不是明知道的人不应该奖赏 而偏要奖赏他 一定自以为奖赏的十分恰当 君主所惩罚的 并不是明知道的人不该惩罚 却偏要惩罚他 一定是认为惩罚的恰到好处 问题在于君主的智慧不能分辨是非虚直 其贤明的程度还不能够是别渐渐渗透的谈人 所伟认的人就未必真有智慧 所用的人未必忠诚 所以虽然名义上是赏赐贤能而惩罚暴徒 实际上却往往惩罚了贤者而不起了奸人 这是天下的大患雅二臣数以立节七十一梁将不倦死以勾勉 烈士不悔劫以求生 卷二十五位置上注释勾勉勾切勉与损害 烈士有洁气有壮志的人 白化粮将不会因为惧疾死亡而够且偷生 有气劫壮志的人不会悔气劫操以求活命 七十二字 喊曰我亦不贪为宝 或亦亦亦为宝 若你与我 皆丧宝也 不若人有其宝 卷五春秋左誓传中注誓子喊乐戏子性 乐是自子喊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心 于宋亭宫时任思成 故又称思成子喊 白化子喊说 我把不贪看作宝物 你把玉石看作宝物 如果你把玉石送给我 我们两人就都丧失了宝物 倒不如个人保有自己的宝物 七十三步就长者 或玉令为开产业 正约使后世称为清白丽子孙 依此一知 不义扣乎 卷二十三后 汉书三 注释部 旧旧交 旧有 将者年纪大或辈分高的人 白化旧有和长辈中 有人劝阳阵为子孙制 依时自幼于饶 至于臣在外人 无别调度 随身依时 欺养于官 若死之日 不是内 有于国外 有淫财 亦附陛下 其族 如其所言 卷二十七 属之注释 字表 字上奏章 博田 平级的田 有时也 用以天称 自己的田地 调度 争调 赴水 银财 鱼财 白化诸葛亮 增向后 主上调 说 臣在成都 有桑树 八百株 博田 秦时务 请 家中自帝的衣食 已有余裕 至于臣在外任职 没有征掉其他财务赴税作为收入 随身衣食都依赖朝廷供给 如果臣有一天死去 不让家中有多余的不搏家外 有多余的财产 一致不负陛下的庆证 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 七十五周之北界有水 明曰坎泉 父老云 因此水者 是连事便捷 隐之是渐进 先至水所 浊而隐之 因父师曰 古人云此水 依赖朝廷 怀仙经 世史遗其影 中当不义新卷三十禁书 下注是 赖影 以其伯夷和俗其的并称 两人曾互相礼让王位 武王发昼时 伯仪与俗其成 扣马 而 剑 认为 这样做事 以报 以报 不可取 后天下归周 二人云为 使 一步 石周 素 于守阳山 开 维尔 石 直至 饿死 白化 广州的 北部 有一处 泉水 名叫 贪泉 当地 父老 传说 饮了 饿泉 的 水 清廉的 官员 就会 改变 节 操 而 贪 污 无影之 刚 踏入 广州 地界 便先到 攀泉 去 要 睡来 喝 并 副师 一首 说 古人 说 这里的 泉 水 喝 一口 就会 变成 攀 懒 的 小 人 假如 让 薄 一 书 其 这样的 连结 之 是 喝 下 他们 绝 不会 改变 自己的初心 二 敬中 七十六 忠臣不思 思臣不忠 吕正奉公 臣子之 结 卷 二十四号 汉书四百化 忠臣 没有 思 心 有 思心的 臣子 则 不忠 吕行正道 奉公 行事 是 做 臣子的 结 操 七十七 君与 吉之 则 为 言 与 不 吉 则 为 行 我 有 道 则 顺 命 无 道 则 恒 命 卷十二 实际下注释 为 言 由 圣言 为 行 小心 以 行动 善 行 恒 命 为 命令 白话 如果 国君 问到 自己 就 谨慎 以 发表 自己的 言论 若是 国君 没 询 问 自己 就 谨慎 以 做 事 修 养 自己 的 德 行 国君 正令 合 正道 时 就 服从 命令 去 做 国君 正令 不 合 服 正 道 时 就 不受 其 命 而 隐居 起来 其实 八夫 杀 生 上 罚 至 乱 所 由 心 言 人 主 所 为 遗 生 或 不可 生 则 人 臣 当 臣 所以 遗 杀 人 主 所 为 遗 上 或 不 应 上 则 人 臣 当 臣 所以 遗 罚 然后 至 到 上 下 必 有 脱文 尔 卷 二十九经书上白话 死生上罚 这些处置的正确与否 和国家的安定与动乱有着密切的关系 君主说某人应该活命 倘若不可以活命 那么做人臣的就应臣数所以该杀的原因 君主认为某人该奖赏 倘若不该奖赏而该罚 然后才谈得上至某人的道理 然后才谈得上至某有道 七十九忠臣之事均也 言 切之则不用其身为 不切之则不可以明道 不切之之言 明主所欲及文 忠臣之所以蒙四而节制 也 卷十七汉书五诸是 切直恳切率直 蒙蒙受 迎母位冒着顶着 白话忠臣是奉君主 言语恳切率直则不被信用 还会违及自己的生命 如果言语不切直 又不能够阐明道理 所以切直的话 是英明的君主所急切希望听到的 也是忠臣之所以冒着死罪 而节中静志要表达的 三券剑八十臣致凡许或者也 是亦扶死而争 卷五春秋左士传 中注释扶死丹愿舍弃生命 争通争 争剑 白话臣下 是为国君整治凡乱和解除迷惑的人 因此要貌似续建征规劝 八十一夫不能建则君为 不建则身带 贤人君子 不给官赏之为 而不爱身之带 卷四十七正要论住是 爱令其舍不得 白话臣子不能建征 君主就会有危险 坚实敬险 臣子自己就会有危险 真正的贤人君子 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君主处于危险之中 因而不顾自身的为王 八十二不约为而不实 殿而不服 则将奸用笔相扶之之道 莫过于建议 不子从命者 不得为孝 臣斗顺者 不得为忠 是以国之将心 贵在界臣 家之将胜 贵在界子 卷四十七正要论白话 因此孔子说君主遇到违禁 而不去护实 君主就要跌倒而不去搀扶 那君主还要这样的臣子 干什么呢 而扶实的方法 没有比建征更好的了 因此 做儿子的如果 只是一位听从父亲的话 算不得是真正的孝 做臣子的 只是一位顺从君主的意思 算不上是真正的中 因此国家将要兴旺 未在有能够直言见征的大臣 家庭将要兴旺 未在有能够劝谏父母的孩子 八十三 若脱物以风欲 为生生以言而不切 不切则不改 为正见之见 可以不缺也 卷四十七 正要顿白化 如果假借有一些事物 来进行委外的劝谏 言此 因为不险 而不能够切中要害 不能切中要害 就很难改正错误 只有不为强灵弱之言以劝谏 才能不救君主的过失 四举钱八十四国之所以不智者三不知用钱 此其一也 知己之用钱 求不能得此其二也 知己的钱不能进此其三也 卷三十六狮子白化国家不能得到治理 有三方面的原因 不知道 推举 任用钱得之人 这是其一 虽然 知道 任用钱人 却求 不到钱人 这是其二 虽然 得到钱人 却不能 仁 尽其财 这是其三 八十五 子墨 子曰 经者 王公 大人 为正于国家者 皆欲 国家之父 人民之重 行政之志 然而 不得 是其 不合 也是 在 王公 大人 为正于 国家者 不能 以上贤 是 能 为 正也 是 不 国有贤 良 之 是 种 则 国家 之 之后 不 大人 之 物 将 在于 众贤 而已 卷 三十四 墨 子 注 是 物 紧 要 的 事情 白话 墨 子 说 现在 朝廷 中 从 正 都 王公 大臣 都 希望 国家 富 强 人口 众多 行 律 政 教 都 仅仅 又 调 然而 却 不能 如此 这是 什么 缘故 呢 就 其 原因 在于 现在 朝廷 中 从政的 王公 大臣 不能 把 尊重 贤 财 重用 有 德 能 的人 作为 执政 方略 国家 拥有的 贤 良 知 是 欲 多 那么 国家 的 事 化 就 欲 深 厚 所以 大臣们的 要 物 就 在于是 贤才 愈来 愈多 而已 八十六 古者曲 是 诸侯 最 共 孝武之 史 俊举 孝廉 又由贤良 文学 之 选 于是 名 臣 辈出 文物 并 清 看之的人 述路 而已 卷 二十三 后 汉书 三度 四岁 共古代 诸侯 俊 不定期 向朝廷 推荐 人才 的制度 路 图 进 门 路 白 化 古代 选取 世 人 要求 诸侯 定期 向朝廷 举 建 人才 汉武 帝 十 除各 郡 推举 孝廉 外 另有 贤良 文学 知识 的 宣伐 于是 明 臣 辈出 文 治 武 功 同时 兴 盛 汉 王 朝 获得 人 才 主要 就是 通过 这 几个 方面 八 十七 古 之 官 人 均 则 之 于 上 臣 举 之 于 下 得其 人 有 赏 施 其 人 有 罚 安 的 不求 贤 夫 卷 三十 静 书 下 白 化 故 时候 任 勇 官 员 君主 在 上面 提出 选拔 的 要求 臣子 在 下面 保 举 推 剑 所举 剑 的人 得 当 就 想赏 举 剑 者 所举 剑 的人 失 当 就 处罚 举 剑 者 这样 臣子 们 能 不去 仿 求 贤 人 吗 八十八 官 者 无 官 梁 邪 门 起 你 朝廷 不择 钱 正路 塞 疑 所谓 择 钱 使之 相 举 也 所谓 官 粮 使之 相 饱 也 钱 不 举 则 有 救 报 不 信 亦 有 罚 有 罚 则 有 私 莫 不 从 也 以求 其 财 焉 卷 三十 禁书 下 白 化 选 任 官员 不严格 把 官 不正 之 门 就 会 开 起 朝廷 不 求 取 贤 人 入 室 的 正道 就会 阻塞 所谓 求 取 贤 人 就是 让 官员 地 相 举 剑 所谓 从 言 罢 官 就是 让 保 举 人 和 被 剑 人 互 相 担保 贤 人 得 不到 推 剑 官员 就 有 罪 过 拒 剑 不 时 官员 也 要 受罚 有了 处罚 就会 让 负责的 官员 有 恐惧之心 因而 能够 尽力 求 贤 参 贵 得 以上 到 八十九 创 约 官 乎 天 文 以 查 十 便 官 乎 人 文 以 化成 下 卷 一周 一百 化 断 传说 观察 天 像 可以知 小四季的 变化 规律 观察 社会 的人文 现 像 可以 推 行 教 化 而 实现 天 下 大 智 九十 天 地 已 顺 动 不 日 月 不过 而 四十 不 特 圣 圆 以 顺 动 则 刑 罚 轻 而 明 服 欲 之 十 亿 大 以 灾 眷 一周 亦 注 事 顺 动 顺 应 事物 故 有的 规律 而 运动 欲 卦 婚 下 震 上 婚 为 顺 震 为 动 白 化 天 地 顺 应 自然 规律 而 动 所以日月运行不会失度 四季轮转没有误差 圣人能够顺应人的天性而动 则刑罚清楚简单 万明服从 欲挂所蕴含的顺天而动的毅力是多么的深远广大啊 九十一 昏 至 至 柔 而动 也 刚 至 静 而得 方 寒 万物 而 化 光 昏 到其 顺乎 成天 而实行 卷 一周 亦注 是 化 光 得 化 广大的 意思 白 化 昏 化 六 瑶 皆 英 至 柔 但 亦 有所 动 便 显示出 刚 艳的 特性 他的 形态 是 致敬的 但 具有 方 正 的 德 性 含 仰 万物 而 德 化 广大 昏 道 是 如此 的 柔 顺 他 总是 顺 成 着 天 道 而 平 随 着 时 节 运 转 不 习 九 十二 不 大 忍者 与天地和其德 与日月和其名 与四时和其婿 与鬼神和其吉凶 先天而天福为 后天而奉天时 卷一周一 助事和福和相同 白化圣明之人 他的道德像天地一样负在万物 他的圣明如红日月一样普照万物 他诗里正是像四时一样竟然有序 他是人的其胸或福如同鬼神一样傲妙无穷 他若在天时之前行事 天不违背他 若在天时之后行事 也能奉顺天道运行的规律 九十三字曰天之所助者顺也 人之所助者性也 屡性似乎顺 是己自天又知 及无无理 卷一周一白化 孔子说上天所辅助的是能够顺从正道的人 人类所辅助的是堵守成性的人 按照成性的要求去做事 而时刻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的人 能够从上天得到保佑 吉祥而无无理 九十四夫 道以仁之难为义也 是不曾子曰父母爱之 喜而不忘 父母悟之 聚而无久 然则爱与恶 其余成孝无则也 是曰君轻而敬之 至敬以训 貌而书之 敬无愿 然则心语书 其余成中无则也 孔子曰君轻而无疑 孔子曰自于于云 谷之中之己 穷之所不取 然则穷与达 其余成贤无则也 是故爱恶心语 成感动魏林宫 寻仙虚宫顺 冒通妙 心事 影刮半指矫正 本为矫正珠穆学曲的工具 柔曲教影 正方称刮 意义忧 忧郁不乐 某 徐伯玉春秋时 魏伯仁 是一位求 敬慎 且 并善于 改过的贤 大夫 屈侯 抚战伯仁 其生平不祥 白话 若循着道义来做事 就能使那些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 曾子说父母疼爱自己 心里高兴而不忘父母恩德 父母讨厌自己 则借甚恐惧不惹父母生气 既然如此 那么不论父母喜欢还是讨厌自己 对于自己成就孝心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是说君王清静自己 就礼静而恭顺 君王疏远自己 就恭敬而无怨 既然如此 那么不论君王清静还是疏远自己 对于自己成就忠诚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恐怖子说在自我矫正中感到快乐 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苛求别人 有才德而被废致不用 却能不欲欲寡欢 这就是前人屈博欲的德行 既然如此 那么不论被举用还是被弃制 对于自己要德行善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虚侯父说是否贴德很容易辨别 只要观察他富裕时如何分配财富 发达时聚见什么样的人 穷困时如何拒绝外面的诱惑 既然如此 那么不论穷困与发达 对于自己成就贤德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无论别人对我们喜爱还是厌恶清静或是疏远 还是自己人生衰败性旺或是熊困发达 都可以成就自己的大义 九十五君子不与人之谋则异 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有也 不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寿也 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 能必性而不能必见性也 君子非然者不忽之于词而施之于行 不非非者行事而恶恶者行善而道欲矣 卷三十一欲子注视之谋欲子通行本作谋之 见受被接纳被接受 入接受采纳 人欲子通行本作人 白话君子不为人出谋则策则已 如果为人谋则就一定会依循道义 所以君子的谋则一定能做到尊从道义 但不一定会被人接受 一定能做到尊从无私 但不一定会被人采纳 一定能做到诚实不期 但不一定会被人相信 君子指正他人不表露于言辞 而是体现于行动 所以要指出事情错误 就自己去把正确的做出来 厌恶恶行 就自己努力行善来于衣补救和干化 这样一来 道理自然就当显了 九十六项曰 地中生 母 生 君子以圣德 姬小义成高大 卷一周义注视 慎尊寻一顺 白话相传说 树木生于一中 是成长上升的象征 君子因此遵循道德 从积累小善做起 以至成就高尚的德行 九十七帝者贵其德也 王者尚其义也 霸者破破作通于理也 道侠然后任志 德国然后任刑 明浅然后任查 卷三十五文字白话称君主为帝是重视其美德 称君主为王室 崇尚其正义 称君主为大则是因为他通小势理 道德天侠了才凭借制谋 恩德无后了才凭借刑罚 圣明不足了才凭借喝茶 凭借制谋刑罚喝茶 会产生不同的弊端 又十八天又十底又才能与人共之者 人也人之所在天下归之 面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 寄人之急者 得也得之所在天下归之 女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 一也得之所在天下归之 凡人恶死而乐生 好的而归利 能生利者 道也 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卷三十一六 抛白画篇有四十地有财富 能和人民共同享用 就是人爱 实施人爱者 天下人就归负他 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难 救助人民的灾患 这些就是恩德 往事恩德者 天下人就归顺他 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 就是义 见情道义者 天下人就归负他 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乐于生存 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 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 就是道 有道者 天下人就归负他 九十九文王问太公曰天圣之道 可得文乎太公曰以圣欲则昌 欲圣欲则亡 欲圣欲则亡 敬圣代则即 戴圣敬则 免 故意圣代者亡 代圣敬者亡 卷三十一六 偷住世代具贤文之义 词代字亦当作义 义文按义字翻译 白话文王问太公先世的圣人 知道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答道义胜过思义 国家就会昌盛思义胜过道义 国家就会衰亡 敬圣圣过怠慢 则诸世吉祥 怠慢圣过敬圣 则工业毁灭 所以道义圣过思义者 可依统治国家 怠慢圣过敬圣者 就会灭亡 依灵道德人亦定 而天下正 卷四十三 说愿白话道德人亦落实之后 天下便自然归于正道 一零一 有道一理之 法虽少足以至义 无道义灵之 命虽众足以乱矣 卷三十五文字 注释理智理 灵间是天灵 因母为统治治理 命正令 白话遵循到来治理天下 法规虽少 却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 不遵循到来统治天下 命令 命令 虽然众多 却只能使天下混乱 一零二天 反时为灾 寒 数一节 地 反物为 幽 群物施 性 明 反德为 乱 乱 则 得要灾 生 卷五 春秋 佐世 转 中白化 上天 不暗四十 运行 就会发生灾害 大地 违反 万物 常性 就会发生 妖疫 人民 违反 德意 就生出 霍乱 有了霍乱 就会发生灾害 何怪异 二孝 替一零三夫孝敬人 以半行之首 而立身之本也 孝敬则宗族安之 仁义则相当众之 此情成于 哪名 住于 外者以 卷二十六位至下 住是相当同乡 相亲 白化孝敬人义 是各种品性当中最重要的 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 能孝敬则家族内部就会安定 有仁义 则会受到相亲们的尊重 这就是德行养成于自身 好的名声 就会献羊在外了 一零四夫人为子之道 莫大于保身全行 一献父母 卷二十六位至下住是 保身真起身躯 全行品性完美无缺 白化为人子周到 没有比爱惜自己的身体 保持良好的品性 从而让父母因子女贤得 而得到荣耀更重要的了 一零五增子曰孝子之 养老 乐其耳目 安其寝处 以其饮食中养之 父母之所爱以爱之 父母之所敬以敬之 卷七里记住是中养至尽心 曾尽奉养父母 不仅仅是照顾父母的身体而已 白化增子说孝子奉养父母 竟被理了以使父母的耳目逾越 要使父母的性除起居安事 对于饮食各方面 都要尽心仔细地照料和侍奉 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钟爱 父母所恭敬的自己也恭敬 一零六人之事听也 不去乎父母之策 不倦乎劳辱之事 为父母之所言也 为父母之所欲也 于其体之不安 则不能请 于其之不保 则不能食 滋滋为此 以梅其身 卷四十五昌言 注释劳辱有劳苦 一指劳苦之事 同餐 滋滋情面 不切待 白化人自是奉双清 不离开父母的身旁 不厌烦劳苦之事 公公敬敬听从父母的话不违背 体恤父母的需要尽力 尽力尽 父母身体不安 自己 就无法安睡 父母 没吃饱 自己 就无法进食 情面 不切 于此 终身不改 一零七力 已将其力 竟已入其中 诗 严肃兴业 内 五点 天 万 所生 不耻其 清 君子之 孝也 卷 卷 三十五 增子 注释 心起身 偏羞 白化 尊赵 礼仪 来尽力 侍奉父母 要 把 恭敬 融入 敬小的 真诚心理 诗经 小雅小院说 造起 晚睡 情分 不屑 无愧于生养你的父母 说的是 孝子 一刻也 不放松自己 不让父母蒙 受羞恥 这是君子的孝 一零八增 子曰 若夫 慈爱 恭敬 安 亲阳明 则闻命矣 但问子从父之命 可谓 孝乎子曰 是何言语 是何言语 习者 天子有 争 争 臣妻 人 虽无道 不施 妻天下 妻人者 为大师 大宝 大父 左父 右 以前 以后 成 为耻王者 师 不为代 诸侯 有征 臣无 人 雖无 道 不施其 国 大夫 有征臣三 人 雖无 道 不施其 家 尊卑 虚 非父 善 未闻其官 prot 非常 是有征 有 也 未尊 未闻其官 多 有征 有 和 阿 Thor 无义则争之,从父之命。 有焉得为孝乎未取从父命,善亦从善,恶亦从恶,而心有影。 其得为孝乎眷旧,孝今著世安清使父母安宁,孝养父母。 争空争,争见威劝,令善美好。 白话曾此说关于慈爱公敬安清扬明的道理。 学生已经听您讲过了,请问为人字的一切都听从父母的命令。 可以说是笑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 在古时候,天子有些为直言见争之臣。即便天子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天下。 诸侯有五位直言见争之臣。即便诸侯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国。 清大夫有三位直言见争之家臣。即便大夫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家。 是人若有直言规券的朋友,则自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 如果父母又以道义劝谏自己改过的儿女,自身就不会陷于不义。 所以,面对父母领导朋友不合道义的思想言行,应当要劝谏。 一位盲从父母的号令,怎么能够称为笑呢? 一零九夫兄弟者,左右手也。替人将斗而断其右手,而曰我必胜。 若是这可乎夫妻兄弟而不清,天下其赎清之卷,二十五位至上白话兄弟之间就向人的左右手。 比如有人将要打斗时,却看断自己的右手。 反而说我一定能取胜。 像这样可能吗?抛弃亲兄弟而不清静。 天下人还有谁可以清静呢? 三人以一一零所谓人者,爱人者也。 爱人,父母之行也。 为您父母,故能清天下之力也。 所谓义者,能变物理者也。 物的灵,故能除天下之害也。 心力除害者,则贤人之也。 眷目时原子正输注是物理事物的道理规律。 白话所谓人,就是爱人。 爱人,是为人父母的品性。 能像父母一样爱护人名,所以能清扮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 所谓义,是能辨别事物的道理。 做事可情和理,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 心力除害,是贤人的事也。 一一一,凡人所以贵于情寿者,一有人爱,知相敬事也。 卷二十一,后汉书一白话,人必情寿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有人爱之心,知道互相尊敬对待。 一一二,人者行之宗,忠者以知主也。 人不宜久,忠不妄君,行之高者也。 卷二十二,后汉书二白话,人后是德行的根本。 忠诚是道义的要素。 人后的人不会以弃书远不久。忠诚的人不会忘记领导的恩德。 这是高尚的品性。 一一三周家中后,人及草木,故能内木于九族,外尊是黄狗。 仰老起颜,亦成其福鹿,烟。 郡三毛诗诸是黄狗之年老的人。 狗,老年人。 祈祈求请求。 白话周是王族中后治国。 仁爱燕及草木。 所以对内能使九族和木。 对外能尊敬老人。 恭敬恭养老人并需心请教。 所以才积累了绵长的福报。 一一四圣人知于天下也。